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8月5日,这是今天第五场读报点评节目,给大家谈谈最新消息啊,凤凰网是中共的官媒样,主要针对海外,也就是凤凰电视台凤凰网啊,这都连在一起的,不过今天凤凰网发表一篇文章倒是还有点内容,就是什么呢,关于这个河南省啊, 这个有些部门截流灾户恢复重建资金的问题,因为上一次这个郑州发了大水啊,就有点类似现在,比现在要稍微轻一点,现在比过去严重,但是性质都一样,只要发生这个洪灾肯定是当官的表演,首先顾他们自己,你看上一场这个在郑州发生了大水,市委书记徐立毅吓得藏起来了,是吧, 其实那时候他就是跑北京跑官,因为他属于习近平的嫡系,就习近平这伙人呢,个个都是富败分子,基本上好的人就是说,有点这个,这个,真正想做事的很少,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当初这个,同样在河南省啊,人家胡春华有一个底细啊,就在这个,呃,和这个郑州临近的一个市当市长,人家治理,洪水就治理得比较好,因为他日夜都在那个,经常到了提拔四叉, 那习近平这个徐立毅那段时间就想当官,他心想他是习近平的铁哥儿啊,据说习近平承诺给他个官儿当,先让他当那个郑州市委书记,再提拔就是副书记,然后就赌长河南了,想把李克强老岔攻破, 那徐立毅是习近平的嫡系当中贴杆,结果没想到他闯了大祸了,后来因为李克强当时总理啊,李克强联络这些元老们,这个我记得也是在北戴河会之后, 集体发力,才把这个徐立毅搞下去,搞下去也没彻底搞下去啊,因为习近平保他,最后是不了了之, 反正他官民当上,把他免了河南省常委的职位,现在据说是称为习近平幕僚了, 反正过得很舒服,没上去啊,这一次又来了,你看这一次这个官民疯狂网很诡异啊, 报道一条消息,记者河南省审计厅发布一条一份凌人瞩目的审计报告,报告披露2021年7月, 也就上次大岁吧,有很多那个汽车在地下,在一个这个交通道道上,是吧, 在一个高速路口那个地方,很多汽车被淹没,淹死了啊,还有这个司机被淹死, 还有地铁死人,现在把这事拿出来,看见没有,2021年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 这篇文章讲啊,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以后,两年来近百亿的灾后重建资金运用存在问题, 其中242个项目存在着工厂质量问题,设计到73个县区投资额33.46亿, 24个项目未经验收就交付使用,设计投资额5.63亿, 22个项目虚报开工和完工情况,设计金额12.83亿,此外, 卫辉4等两个线融资平台截留灾后恢复重建资金3091亿啊, 你就想想,这是官媒报道的,官媒已经隐藏了很多真相了, 严重塑水了,其实比这个严重的多, 那么我问你,他为什么现在北京河南全国各地又开始来了洪灾的时候, 他把这个文章泡出来,转移人民的视线,让人盯住河南, 而河南恰恰随李克强的老藏了,对吧,你看,这都出于内斗, 但不管怎么样,他讲这个事是一个大事, 他说,灾后重建资金,出现问题甚至揭流, 这可能是国家和政府和华尔博的专项资金, 为什么没有用到老百姓身上,又是如此, 谁如此胆大妄为,监管核查在哪里, 重建家园后的灾民,重建资金出现问题,损失的是国家, 痛心的老百姓,容不得一事一无法的插持。 哎,问题在这里,我问你,他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泡水? 这就暴露了北戴河会议正在发生极力的争吵。 元老当中,包括李克强,邦阳,胡森华这人, 肯定就批评习近平,眼下这场洪水治理的不利, 所以他就说,你治理的好啊,你看你,你看河南吗? 看前面,因为河南呢,虽然换了一参人了, 但基本上还是李克强的人,换不完。 你包括山西,为什么今天中心网站又刷两个山西顶岛干吗? 那就证明什么呢?胡家天下令家倒了, 因为胡尹涛干了十年,你想想,对吧? 反正李克强又干了十年,当然李克强干挺别去, 但是同样在河南,山西,辽宁,他的低血不少。 这就表明啊,双方在北戴和朝凡天, 互相指责,互相接短,才出现这篇文章。 这篇是内斗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个背景, 他怎么可能中共的官媒讲自己不好,对不对? 这不就转移视线吗?转移到内斗,过去的事, 现在的事他不提,眼下也是这样。 你看现在这个洪在来临的习近平怎么讲呢? 沪成河,告诉聂岳峰,是吧? 让这个抛弃北京,放弃这个河南省,河北省,放弃了一些城市, 保北京,保雄岸,这不都是一样的? 同样的,你下坡这家钱,现在一共下坡了这四五亿, 如果密切错的话,昨天报道了,对吧? 后来有最佳的一页,就京、京、季,三个省才这么多的钱。 当然了,你再多的钱,它也是一样。 什么原因?它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制度,你不管换了谁。 当然了,李克强必须承认,共青团队相对还好一点。 为什么?他是草根上的,他害怕呀,他后底座不强,后台不硬。 因为他不是红耳带,他不敢谈。 再加上有一些人确实,人品相对好一点。 你要习近平这些底细,他都是官耳带,他才不管,更坦。 说都一样。 狗咬狗一嘴毛啊。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你看这篇文章尽量后来怎么讲。 他说,灾后重建资金上动脚,更是与党籍国法不忠。 国家的钱,奥运的钱,必须明明白白,必须擦到底。 他这明明,还要擦李克强的底细,是吧? 一看就是内斗啊。 这是一篇文章。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 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团,6号访问台湾了。 上一场给大家讲了,颜存公先生的文章,对吧? 讲到台湾问题啊。 台湾上大牌啊。 美国在打,美国打这个牌,总共最痛。 为什么?打来打去,引起了战争,中华民国就回来了。 中国就变天了,共产党就下台了。 下台以后,就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些敌戏,靠他们犯着滔天罪行。 将来他们的结局可想是吓死了,是吧? 所以现在又来台湾问题了啊。 波罗的海三国议会团,三个国家议会团都来了。 6号访问台湾,这习近平一天又蹦高跳了。 将和蔡英文总统会面。 这里还有一张照片,蔡英文照片啊。 有些人瞧不起蔡英文啊,我很看好,我告诉你啊。 很可能,贾瑞威天一直化民国,重新回到大陆了,统治中国啊。 就看民选了,民选随随随上啊。 民选未经生未经上,民选才能才能就上来了。 很简单,年轻有政绩,干了台湾,干了两届,干得很好。 对不对?你得有政绩才行啊。 你看这边文章怎么讲啊。 波罗的海三国的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访问台湾,定于8月6号到11号,7、8、9、10、11。 差不多一个星期访问台湾。 期间,总统蔡英文及立法院长尤锡坤,高官毁灭。 台湾外交部今年8月5号表示,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国会近年首度筹组访团,表达诚挚的欢迎之一,并称乐界各方增进交流,共同强化民主同盟和互惠关系。 这个消息讲呢,该团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陈介仁,立法院长游锡坤,外交部长吴钊谢会面,也将拜会数位发展部及国内智库的专家学者。 就来了这么多人,这个交流是全方面的总统议会。 行政院人都要接,立法院都要接。 此外呢,访团也将进行文化参访及科技体验,借由实地的访查,直接与台湾政府的高层官员与专家学者深入对话。 说针对什么呢,针对强化送变关系及亚欧区域安全连结等议题交换意见。 这篇文章介绍,台湾外交部高度感谢及肯定波罗的海三国在示威大会期间直接与坚决为台湾直言,勇于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参与。 他的来法列标志什么,标志台湾在外交领域现在绝对是长修善武啊。 这样强调什么呢,台湾与波罗的海三国同样长期面临极权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 这指谁就指中共呗,数位领域的网络攻击。 中共有了钱,他搞网络攻击,他不敢正事啊。 还有这个假消息、假讯息以及认知作战,乐见各方增进合作交流,共同应对威权体制的威胁。 就下部如果打仗的话,人这些国家肯定站在台湾的一边啊,不要看小国。 联合起来就强大了,这篇文章讲强化民主同盟及互惠关系。 现在还没看到中共做什么反应,中共肯定有了。 坚决反对,你反对有啥用?人谁大理你,是不是啊? 德不孤必有力,你品德好,你来着看你的朋友才多,是吧? 你家过死门就因为你没有朋友,这不很简单。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他说,不是美国无能啊,而是中国太强大。 我们看有人还给中共吹捧吹捧,到底怎么回事? 这德国资深的文章啊,他讲到什么呢? 讲到中共国现在的经济发展。 他说,难得得意之后,有一篇评论。 他说呢,今后的美国将把主要的发展精力用于对付中国了。 说,欧洲必须更多地承担起维护自身安全的职责。 有一个,他也得过一个杂志叫焦点杂志,发给一篇文章。 他说,习近平清洗火箭军的高层,是吸收了普京在俄乌战争的教训。 习近平现在拥戴他的军头,像张有霞,何立东,每天研究什么? 每天就研究就是俄乌战争,看看人怎么打的。 他绝对不会无视这个事,也想从这件事里吸取一点经验教训。 所以他的评估是对的。 我给他电脑拿了,那边太阳太足了。 莫尼黑出版的《难得意之报》。 还有欧洲以及拜登的美好时光。 就是《难得意之报》写文章,写的文章挺好的。 搞个文章题目是欧洲以及拜登的美好时光。 以这个问题,刊发了由美国鹰派智库,马拉松倡议。 他在美国的智库很多,智库其实就是初点子的公益组织。 他有免税发票,企业有赞助。 所以他养了一些高人,这些人写的文章。 但他属于鹰派发表这篇文章。 前国防部高官柯比,就是美国的高官退下来, 一个人都名正眼漏的,到哪地方只不去工作。 不像中共的藏在背后。 说是不许经商。 各个退了以后,都是什么胡死鱼,都在挣钱。 这个叫柯比的,他撰写的文章。 他说呢,今后的美国将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中共。 但很可能无暇顾及北约的欧洲盟友。 假如真正中共国打起来以后,他就没有精力像现在这样, 把钱全都给乌克兰了。 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乌克兰战争如果拖得过久麻烦了。 这篇文章讲,他说, 假如一直坐向美国保护伞的欧洲, 我趁早意识到这点,将面临灾难性后果。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讲啊, 美国并没有强大到能够同时领导两个联盟。 就现在的美国,你要说他这边能对付俄罗斯, 那边对付中国, 这确实是个问题。 他说呢,在欧洲对抗俄罗斯, 在亚洲对抗中国, 并不是说美国太虚弱, 也不是说美国正在率网, 而是因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强大, 因为中国太有钱了。 你得承认, 胡温时代留着假点, 他们拿来之后, 这习近平全部倾斜到军事设施上来了。 在上一场, 我给大家讲到了吗? 我看点击, 看的人不少。 说不论是川普时期的战略专家, 还是拜登会议下的幕僚, 都很清楚地表明, 美国不可能同时对付两个对手。 但首先, 需要采取措施, 应对中国不同寻常的军力提升。 这就解读, 为什么现在美国的叶伦, 布林肯, 柯里, 一趟趟为中国跑, 要哄着土捞股, 让他现在别彻底倒向俄罗斯, 等给俄罗斯灭了以后, 再玩中国。 你知道吗? 原因就在这里。 他说, 文章指出, 拜登政府正在帮助欧洲全力抗俄, 与此同时, 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 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 而且中国的造舰能力, 已经数倍于美国了, 中国生产舰艇的能力超过美国了。 不少分析人士已经担心, 美国将无力协防台湾, 等发展到一程度, 你保卫台湾保护不了了, 你保卫你美国自己协, 你想替他保卫台湾难了。 与此同时, 中国正在全力补齐自身的短板, 并且正在为遭受西方制裁做准备。 现在他跟北戴河就在商量了, 怎么办? 中国的全面备战迹象, 迫使美国必须为一场冲突做准备。 这篇文章指示, 一旦中国出兵, 欧洲就会遭到重大影响。 现在习近平不是还没下令, 北部战局出兵支持俄罗斯, 如果他现在说我支持他武器, 我武汉制裁, 我支持他士兵, 我武汉制裁, 麻烦大了, 我跟你讲算很大的问题。 中国军队固然有可能像如今的俄罗斯那样, 磕磕绊绊, 但是就像眼下的俄乌战争那样, 中国发起战争对华盛顿而言, 会十分漫长。 肯定战争打赢就得挺长时间, 不是说几天就完了。 他说美国届时极有可能陷入二战以来, 最为困难的一场冲突, 演变成一场艰难血型疲乏的消耗战。 美国也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届时将不得不试图稳住自己在亚洲的地位, 从而防止自身崩溃。 本人认为美国不会输掉, 但是有可能这战争将是长期的。 美国的资源军力, 政治资本注意力将全部被抽走去亚洲, 毕竟那里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不论拜登或者其他的赏欠主在, 美国的老派政客如何许诺, 如何怀旧, 华盛顿今后将不得不尽忠经历, 对付中国以及亚洲。 这正是现在的形势, 所以这警告讲, 俄罗斯似乎正在准备和西方长期对战, 现在俄罗斯, 他就想和西方长期整, 习近平就想和他连在一块, 元老人不同意, 北战将派系还有一伙人也不同意, 他们正在斗, 他的经济资源正在向军工产业倾斜, 并且日益紧密地对接中国, 一旦美国无暇顾及欧洲, 进入战事轨道的俄罗斯, 立刻就能对欧洲构成重大的威胁, 我们不能认为这不可能发生, 说监狱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 以及相互协调, 我们理应判定北京与莫斯科将会试图 同时给美国及其盟友制造麻烦, 伊朗和朝鲜也同样如此, 就是你下一步如果伊朗再进入进来, 这是挺大的问题, 文章最后指出, 尽管欧洲对军事的重视程度, 已经比几年有长足进步了, 但是面对中俄的威胁还远远不够, 尤其德国应该尽快完成军费提升, 因为这篇文章发表在德国, 他就提醒德国, 以便在东欧共同防御中发挥领袖作用, 德国还应在援助乌克兰的指示当中, 接过美国的领导角色, 以后德国是什么, 是支持乌克战争主角了, 这个有意思, 德国焦点杂志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提目是, 习近平通过清洗行动避免普京的错误一题, 刊发政治学者写的文章, 他认为中国火箭军两名高官造免治, 习近平显然想吸取普京的教训, 杜绝军队中出现反习近平的可能性。 你不要看什么小天这个故事, 又是什么李玉超泄密他儿子, 这都是次要, 就是习近平就想把这些人搞下去, 因为这些人和他不是一个心眼, 这些人是什么微凤和的人, 因为微和和长期在火箭军工作吧, 我早就在文章当中, 这个视频当中讲了无数次, 几年前我就讲过, 如果你是我的老粉丝, 你往回看他吧, 魏凤和, 魏凤和在国防部的网站上, 他是国防部的网站, 由他说了算, 发表一篇文章, 李克强谈军队建设, 也是我晚上第一次做的节目, 第二天就删除了这个网站, 就改了, 那就是我这个视频发了以后, 中共很重视, 马上给他改了, 那个时候就相信, 习近平肯定对微凤和有一些, 说啊, 你倒不是说他, 这个人在, 这个, 这个草影心在汉了, 他是什么, 你在我这个领导下, 现在你倾向李克强, 因为国防部部长, 基本上听国员总理, 这倒也是, 微凤和掌控的火箭军, 就火箭军这些人呢, 基本上人都讨厌习近平, 原本就是这样, 而他这里没讲一个关键呢, 就习近平看到了什么, 就俄乌战争啊, 第一轮打得不够惨烈, 手不够狠, 也就是普京第一轮的时候太大意了, 刚才上去以后, 其实, 这么讲嘛, 没有把全部的精力, 用在这个, 侵略方面, 可以这样讲, 就是他把自己想的太厉害了, 觉得这动动小手, 就是把乌克兰给搞败了, 结果打输了, 习近平要打的话, 他一定第一轮就可能, 就能核弹了, 我就跟你讲, 所以他现在要整对火箭军, 而恰恰火箭军不听他的, 当然了, 不听他, 除了这个魏凤俄, 他们都是嫡系之外, 还有火箭军意识到, 就是美国的俄海俄潜艇, 已经来到了震海港以后啊, 来到釜山港, 火箭军敌轮将被消灭, 你想吧, 因为中共国如果发核弹的话, 到了美国本土, 还要最起码半个小时, 而人家在俄海俄港给你发出核弹, 五分钟到七分钟, 就面临中南海了, 你知道吧, 也就是即使美国灭了, 也是在, 就是你灭了之后, 比如说你, 美国先发了, 他一看, 咋也发, 也来得及你发, 你发了等你死的人才死, 所以火箭军无缘干嘛, 谁傻, 越了解火箭军专业支持的人, 越怕打仗啊, 因为他们第一人的牺牲品和炮品, 这就是为什么, 火箭军上了一个就烦的, 包括徐忠伯, 是习近平提搭的商家, 对不对, 你看他提搭上去那天, 满面愁容啊, 当时我就做了, 揭露提搭, 满面愁容, 他提搭上去, 他为什么满面愁容, 一方面, 他想提这个徐忠伯上来, 让他给自己面, 听自己的话, 给美国一个震慑, 你看咱要, 给你核弹炸你了, 你看, 徐忠伯上去了, 另一方面, 就他一个人, 就一个人单挑, 其他全是李克强, 魏忠伯的人, 心里生气, 或许在提搭之前, 就打起来了, 怎么打起来, 老徐没啥本事, 你有什么提他, 你就看他假装忠诚啊, 妈的, 怎么好给习近平好的, 妈, 习近平没这儿, 你不要以为习近平, 就像人民, 新华社描写那个, 那么了不得的, 生活当中的习近平, 说不定每天都瘦气包, 我跟你讲吧, 那些虚假宣传, 我是知道那些领导干嘛, 你包括黑龙江那些, 领导干嘛, 田凤山叫那个谁, 岳七峰当书记的, 熏的像顺的, 动不动点就打起来, 但是你看那报纸报道还讲, 田凤山指出, 田凤山领导怎么怎么样, 他什么时候能讲他们的矛盾, 虚假宣传, 习近平肯定是, 现在这么讲嘛, 他是权力很大, 抓这个抓那个, 但他自己也有难处, 就是什么, 谁都觉得他愚蠢, 笨, 谁都瞧不起他, 看不上他, 尤其火箭区, 所以才出现这么多的新闻, 假消息, 他都是为了埋台, 为了下一步抓火箭军进行铺垫, 什么中共这些什么, 王沪宁啊, 李淑雷啊, 这些马屁警, 宣传口释放, 牛一饼, 一饼, 多牛啊, 牛一饼, 这些是释放假消息, 是吧, 然后就腐败, 抓骗老百姓, 我们看这篇文章没有完, 他说此外呢, 中国军队内部, 也像中共其他部门一样, 存在腐败啊, 而一旦腐败, 导致军队在未来的, 武统台湾是战争失利, 中共政权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我预测他打台湾, 只要他打进去就是, 不像他想象三天两天, 陷阱打不下来, 一时决定不了死雄, 死的人很多, 马上国内就乱了, 我就跟你讲, 到那两名人, 全部是一名人, 是不是啊, 你到那天, 你就会知道有多少的庞宰州出现了, 啊, 所以为什么, 我说香港将来热闹了, 马上变得游击战场了, 老百姓奥一生, 六百万人口啊, 更恨共产党, 我就跟你讲, 这么讲, 六百万人口, 百分之九十九恨共产党, 那百分之一更恨, 这么一个地方, 你想是不是, 哈哈哈, 我们来看这位文章最后说的, 他说这个, 最后这位文章讲的, 但是这场清洗运动, 并不一定意味着, 中共正在准备武统台湾, 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关键词, 是国家安全, 他想要对中国所有的人生活于全面控制, 就习近平他如意算盘是什么呢, 是冷战, 长期的冷战, 对他最有利, 就是也不打, 他互相闹矛盾, 然后他统治中国, 他就靠军警特写这样老百姓, 他不管老百姓死活, 这样呢, 他的儿子就要上来, 等他儿子上来, 他基本就放心了, 因为他儿子, 就像金战胖, 金正日一样, 是吧, 就保护, 维护这个金家王朝, 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美国现在着急, 也想现在干的, 这篇文章讲他说, 所以习近平要在所有岗位上都安置正确的人选, 也就是听命他的人, 因此火箭军高层的清洗之后, 还会有其他部门遭到清洗, 现在美国为什么要抛出海军陆战队的作战秘密出来了, 是吧, 就告诉你咱不告诉你, 知道你火箭军内部有判断, 你每个军种战斗咱们的人, 那习近平就开始抓了, 他到处抓, 抓到一定的程度, 军头们联合起来把他给抓了, 这就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 这一天或许也能到来, 这就看运气了, 是吧, 就像1976年粉丝死人, 抓了抓了, 习近平抓了, 是吧, 到那天, 这个可能还会重回改革开放次路, 这个很难讲了, 好, 谢谢。